上回吞噬特斯拉的新竹竹北建案天坑 现在又发现有新的天坑 距离上一次天坑相当的接近 同样是在庄井六街 居民表示担心还有新的卫报弹 就要求舰商要开挖检视 结果6号上午才刚动工 随即发现了长约70公分 深约110公分的坑洞 还看到有水在滴漏 非常担心 工程人员在人行道持续开挖 而令人害怕的一刻来了 挖到一半发现大坑洞 长约70公分 深约110公分 相当惊人 心头一震心情好崩溃 因为这里是新竹竹北天坑工地附近 4月时还导致特斯拉掉进洞里 没想到持续检视 竟发现新暗藏的天坑 靠近天坑这一侧的话 这个超空更明显 挖开嘛 他就是看一下里面的状况 然后就是趁这机会修补 因为上回的天坑案 让附近的居民人心惶惶 但又临近人行道地基流失 要求舰商开挖检查 没想到真的发现问题 6月上午才刚挖 庄境六街就发现孔洞 舰商赶紧派员灌江填补 我们想说先把庄境六 裂横的部分把它挖开来 处理好了之后 再来考虑做胜利一跟胜利二 舰商表示可能当初先进击 以假修复的方式填补 才成人行道下有水泥挡住 导致水泥浆流不过去 里长说这次天坑的位置 又离社区更近了人心恐慌 强烈要求舰商改善 让他们早日能住得安心 记得许志谦新竹报道